民眾拿著手機 對著建成圓環不停的拍 因為再不拍就沒機會了 台北圓環24號即將拆除 並保留這個市定古蹟 防空蓄水池 當作地景公園 工程預定明年3月開始施工 然後到明年7月底 以前會把它完成 雖然已經變成蚊子館 但建成圓環即將走入歷史 不少民眾對它還是有感情 小時候在迪化街出生 這個是我的故鄉 來看一看這樣子 北師府規劃建成圓環拆除之後 未來將變成廣場綠地 不過當地居民有些疑慮 這些老人這樣罵死了 現在要拆圓環 那這些歷史回憶的人 他也是會罵死柯批的 建成圓環早期是台北最熱鬧的地方 滿足了台北人的胃 後來在馬市長時期 改成玻璃帷幕建築後 圓環榮景大不如前 如今柯文哲決定拆掉 重新翻轉台北西區風貌 建成圓環也跟著說再見 記者薛學華周視頻台北報導 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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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